据法国费加罗报网站2月26日报道 经过20年的学习 中国已经准备好要挑战欧洲造船厂在邮轮领域的领导地位 这一气氛市场被认为是商业船舶建造行业中最为复杂的之一 世界排名领先的法国大西洋造船厂 意大利分坎地耶里造船公司和德国迈尔造船厂 占据了全球邮轮市场约九成份额 报道中中国富有耐心的凭借愈发尖端的船舶向高端市场进军 2014年至2022年 招商工业海门基地建造了10艘载客量为350人至400人的小型邮轮 全球造船行业领头扬中国船舶集团建造的第一艘大型邮轮 今年将交付给中船嘉年华邮轮公司 后者不久后还将接收第二艘大型邮轮 这两艘邮轮正在分坎地耶里造船公司协助下进行建造 法国海军活动与建造工业集团的经济与技术顾问鲍里斯·费多罗夫斯基说 报道声 在欧洲人的协助下 中国人的技能持续攀升 在多名专家看来 通过与中国船舶集团联手 分坎地耶里造船公司获得了进入中国邮轮市场的机会 报道认为 中国此举一箭双雕 一方面满足本国市场需求 在2023年全球预计将达到2790万人次的邮轮游客量中 中国的占比将超过20% 另一方面打破欧洲在邮轮方面的垄断地位 法国海军活动与建造工业集团说 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场景的确可能中焰 当时欧洲造船厂被挤出了所谓的货轮市场 即邮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货船等 报道声 德国造船业雇主联合会主席赖英哈德·吕肯说 2005年认识到航海业重要性的北京 决定用10年时间成为造船业的世界头号大国 中国用了5年就达成的目标 在此期间 北京投资了2000亿欧元用于改造和培育本国的造船厂 很快他们便通过低价优势将合约一抢而空 吕肯说 故事的讽刺之处在于 就在中国加速发展之际 整个欧洲停止的一切 对于船舶行业的产业支持政策 他说 2000年至2010年 在造船量方面 欧洲减少了50% 而中国增加了200% 欧洲在造船方面的最后一笔大单 还要追溯到1991年 当时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向大西洋造船厂 订购了5艘巨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这些船只在1994年至1997年之间完成了交付 自此之后 欧洲航运公司纷纷转向外国造船厂 2022年欧洲航运公司签订的 各类船只合同中 91%都给了中国和韩国 只有4%是与欧洲船厂签订的 吕肯叹息道 报道中 近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 2022年中国造船完工量 新阶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 以载重吨计分别占全球总量的 47.3% 55.2%和49.0% 此外 中国有6家船企的新阶订单量进入全球前十 在全球18种主要船型分类中 中国有10种船型 新阶订单量为军世界第一